8月19号凌晨 菲律宾4410号海警船 在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 仙滨礁附近海域受阻后 不过中方反复警告航路管制 再次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对其依法依规 采取管控措施 如何观察菲律宾近来 在南海挑衅姿势的贫次骤增 时事评论员王毅伟 有独家观察 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海峡 开展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覆盖面积比往年范围更广 这对外释放出什么信号 有关部门常态化执法巡查 不断深化 对于维护国家主权 保障在台湾海峡航行 生产作业的船舶 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将会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时事评论员刘匡宇 为您深入解读 政治现金风暴 打击台湾民众党民意支支度 党主席柯文哲 推出四项党务改革 点名时任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今天举行首场查账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有什么新爆料 柯文哲自救行动能有多大用处 民进党宣布从8月起 在岛内各县市遍地开花 推青年营 声称要建立与青年的对话平台 台湾青年还吃民进党这一套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刘匡宇带来全面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首先来关注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 甘雨19号表示 菲律宾当天出动海警船 先后非法冲闯 中国南沙群岛 宪宾礁和仁爱礁 性质非常恶劣 中方敦促非方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表示 8月19号 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 执意派出4410-4411号海警船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仙兵礁临近海域 其间 非4410号海警船 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 后又非法冲闯 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性质十分恶劣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依法依规 全程跟肩 有效管控 中方现场操作专业规范 合理合法 非方行径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对包括仙兵礁 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 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 完全在非方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对非方船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规范 非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 严重危害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近一段时间 菲律宾动作频频 今年3月5号 菲律宾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向其非法座坛军舰运送建筑物资等 在中方发布的视频中 原本可以清楚看到 非方海警4407号船 无视中方一再警告 危险接近并冲撞正常执法的 中国海警21555停 导致发生轻微刮层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方船只 采取必要管制措施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 3月23号 非方派一艘运捕船和两艘海警船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座坛军舰 运送建筑物资 对该军舰进行维修加固 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规制拦阻驱离 6月17号 菲律宾政府再次无视国际法 与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 派遣一艘补给船 与两艘小型冲气艇 公然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周边海域 中国海警执法力量迅速响应 依据国际法规定 对非方船只进行了坚决而克制的拦截与管控 好 这次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王亦为先生 去年5月 美飞在原有美飞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之上 新签署了一版长达6页的具体防务准则 非海警也被写入其中 那么可以看到 在防务准则更新之后呢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姿势的频次骤增 那么您如何观察这一态势 菲律宾前总统阿洛约今年表示 亚洲奉行的东方之道 是解决矛盾分歧的最好方式 那么阿洛约的呼吁 对于解决当前中非南海问题 是否有着借鉴意义 的确数日间封不止啊 中非关系呢 自从小马克思上台以来呢 风波不断 主要原因当然是内因外因 中国的产卧 内因就是菲律宾政府换了 像以前杜特尔特政府 它相对于讲呢 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也大建特建计划 一带一路对接 我那时候也去了菲律宾访问 那中非合作呢 觉得非常务实的成果 自从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 它改变了一种对中国相对 友好的政策 更加以美来为菲律宾 在南海在东盟事务上呢 调得很欢 所以呢就经常来刺激 破坏中非关系 外因当然就是美国呢 来利用菲律宾 儿子中国吧 那原来的菲律宾呢 是美国的盟友 那这种盟友呢 主要是军事安全上的 那么现在呢 它这次的这个美菲的合作 还把海警和一些警务上的合作 这个实际上不是传统上的 美菲的军事盟友体系里面的 那主要原因的中非的 这样一些海洋争端呢 它不光是一个军事的问题 那现在大量呢 涉及到一些这个海警 这个还有包括司法啦 海上民用船只啊 等等吧 这些方面 所以它对于突破了美菲的这个军事联盟体系的 在传统上的这样一些防御的范围 更加有进攻性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菲律宾现在还大量的跟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其他的一些盟友呢 加强横向的这样一些联系 赋予美国呢 以这个盟友体系呢 组成一个新的去中国化的 一种新的全球化 把联盟体系变成一个全球化的 购用链的 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变化 第三个呢 菲律宾呢 不断地在破坏中国和东盟之间 关于COC谈判 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实际上用双边的这样一个挑衅 来破坏了中国和整个东盟的这样一个合作 中国一直提出来把南海变成 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所以菲律宾呢就希望通过选边站 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但是我觉得菲律宾的有事之事 像前总统阿罗约所说的一样 中国是搬不着的邻居 那么通过美国来捞出什么好处 实际上也是暂时的 甚至也捞不到实际上的好处 最重要的 美国所代表的二人对立的思维 那么东方国家 东方的智慧呢 他就强调呢 中国和菲律宾也好 和其他的南海 这样一些都国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讲的是命运共同体 是一个家庭式的 所以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 必须按照有事好商量的一种家庭的原则 而不是一种对抗的这个思维方式来处理 不要把双民关系影响了整个中国和东盟的合作 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更不能够要意外的势力来破坏本身的这样一个和平的 友谊的 友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是东方有别于西方思维的重要的原则 因为东方强调和合共生 而西方的思维强调二软对立 制造矛盾冲突对抗 就像美国现在在乌克兰 在中东所做的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南海 中国和菲律宾 我们在东方 希望能够有整体的家庭的关系的 以和为贵的协商的处理方式 管理好这样的分歧 维护好合作的大局 希望中非能够找关系早日进行正常化 好的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 长期以来 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台湾海峡内部船舶流量大 航行线路十分密集 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海峡开展 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覆盖面积比往年的范围更广 到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两海里的地方 最南端已经到达台湾浅滩 据了解 执行此次巡航执法任务的三艘公务船 分别是海巡06 海巡0802 东海9-115 海巡06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也是目前台湾海峡体量最大 性能最优的公务船艇 海巡06 海巡0802 搭载了最先进的监测设备 能够做到全天候 全方位的观察 监测 搜索 取证 具备强大的陆海空天一体化数据交互 通信协调和联动指挥能力 另外一艘远洋救助船 东海9-115 它的续航力达1万海里 几乎能够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 这次行动增强了海事管理机构 对台湾海峡的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 此前 涉海部门已经在金门附近海域实现了 常态化执法巡查 现在这样的常态化已经进一步延伸 这次行动到达台湾海峡中部移动 两海里的范围内 最南端已经到达了台湾浅滩 巡航覆盖面积比往年范围更广 香港中民社发表评论指出 台湾海峡中部移动 大陆方面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过去很少抵达 这次大陆方面在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 说明大陆开始对台湾海峡进行 更加精准 高效 全面的管理 另外 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大数据系统 可以对过往台湾海峡的船只进行大数据实时监测分析 这些信息具体包括船名 船号 航速 吨位 以及航行状况等 来自台湾地区的船只同样也在监测分析的范围内 海市 海警 海间 余政等多部门 已经逐渐在台湾海峡支起了一张全面覆盖式的安全网 让台湾海峡每一条来往的船只 台湾地区民众的权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此外 在涉及台湾地区的规定上 涉海部门还在创造更多的联通与融合 去年6月起 福建海市局试点开展大陆首批 离岸联合培养国际游轮船员项目 到目前为止 共有146名台湾 获得大陆发放的船员证书 今年福建海市局又再度推出了 为台湾在免参加多种类船员培训 申办大陆船员证书提供便利等措施 获得船员证书就意味着 可以到邮轮上实习 去邮轮求职就业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 来自台湾地区的同胞 完全可以共享祖国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好 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刘邝宇先生 您观察 多部门在台湾海峡 常态化执法巡查不断深化 将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 今年以来 大陆在台湾海峡海域 进行常态化的海上的执法巡查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行动的力度 范围是不断地向前推进 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愈加瞩目 那么我们从最新的这样一些行动 可以以管窥报来去看一下 它对于未来 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的海上的秩序的维护 那么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们会持续地去不断推进实现 这样一个全天候全时空的 这样一个海上执法巡查的覆盖 那么同时也是大陆的这样一个 对台海的主权和这样一个管辖权 所能力所及的这样一个显示 这样一种体现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 我们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 一个全政府全领域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看此次的海上巡查 包括此前的一系列的巡查执法 那么往往都是由包括像海事 海间 这个海警 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执法部门 那么除了军警协同以外 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些执法部门 往往是会协同作战 去体现这样一个分工协作的 这样一个成果 那么我们知道在相关海域 这个往往是这种事故频发 同时这样一个气候的海事的条件 又是复杂多变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 大陆相关的这些执法部门 这些管理部门和服务部门 那么他们在台海的海峡 在台海海峡上实际上体现出了 既包括这种海上巡查执法 包括这种生态的保育 包括秩序的维护 也包括这样一个海上的 这样一个交通管理等等 多个方面的职能的一个 多领域的综合的覆盖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这样一个 在台海出现的这样一个台风 所体现的这样一种对于海上救援的一个需求 就可以看到这是非常迫切的 那么台海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海域 那么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然是有义务 也有必要有这样一个能力 要把它去管辖好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趋势 或者说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看到 是这样一种全技术或者说全体系的 这样一种手段的应用 我们看一方面是台海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海域 不管是从横向还是纵向 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些 包括两岸和国际间的重要的航道的交汇 我们看到现在大陆不断地去运用 包括大数据 包括卫星技术 包括这样一个更强的一个法律的体系 来去增强这样一个在相关海域提升 这样一种执法管辖和服务的能力的 这样一些手段的体系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非常鲜明的 大陆从各个方面去强化这样一种能力的体现 我们涉海法律制度和规范的不断完善 谋的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 台湾社会若能更好地融入进来 把台湾海峡打造成更加安全的水域 必将造福两岸及全球经济的发展 好的 谢谢刘邝宇先生的分析 高端中秋礼 燕之屋晚宴 本节目有26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赞助播出 再来关注 8月16号至19号 2024台湾国际秋季旅展在台北登场 与此同时 2024台北两岸旅展平潭国际旅游岛 也在同一地点举行 但台当局官员林佳龙在旅展开幕式致辞时 只字未提两岸观光 也没有参与平潭展 2024台湾国际秋季旅展近日在台北登场 开幕仪式主场没有任何大陆人士参与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 在这次中提到东南亚日韩等旅游市场 但只字未提两岸观光 这强调 民进的当局会赶快纾困振兴 整合产业联盟 林佳龙这番表态 跟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的 友善大门已经打开大香径庭 也跟岛内业者的期待相去甚远 台北市旅行工会副理事长科目周表示 一直都有25%的台湾游客会去大陆旅游 对旅行设业务来讲 这块饼吃不到 对业绩会有影响 台湾中华联岸旅行协会理事长许进瑞表示 联岸旅游开放与否问题 台湾应先主动释出善意才对 他指出 副陆旅游的禁团令可先解除 这是台湾方能决定的 旅行业者市场都有这个需求 民进的当局应尽力协助业者市场 台媒回顾称 2019年有1186.4万人次旅客造访台湾 其中大陆旅客占271万 为当年第一大入境市场 到2023年 仅22.6万路客到台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燕秀 18号通批 民进的当局端不出政策牛肉 没有春暖花开 观光业仍是寒冬 台观光部门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台湾民众出境人均每趟花费约 60480亿元新台币 乘以出境人次 总支出高达7134亿元新台币 而去年赴台的境外旅客约 648万人次 平均每人每趟消费 41590元新台币 总支出约2698亿元新台币 出境消费与入境消费对比 2023年 台湾的旅游逆差达4436亿元新台币 创下历史新高 比起2019年的3719亿元新台币逆差 高出717亿元新台币 如此严重的逆差 严重打击了台湾旅塑业 据岛内前瞻观光政策研究室统计 台湾上市柜观光产业 7月营收数据 旅塑业部分 岛内十大饭店旅馆 今年7月营收 比较2023年同期 就有8家旅塑业都出现红字衰退 与疫情前2019年相比 也有7家业者衰退 台湾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 副教授黄正聪分析 今年7月份 上市柜旅馆业的营收 相较疫情前2019年 同期衰退16.2% 也较去年同期衰退22.9% 如果来台旅客不增繁减 出境持续旺盛 今年底到明年 恐会有更多饭店或旅馆倒闭 银行融资给观光产业的意愿不高 若紧缩银根 旅塑业经营更困难 好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 民进党当局 在包括观光塞内的两岸政策问题上 一直在玩弄两面手法 以拖待变 但事实证明 少了两岸观光 岛内旅游业就会陷入死局 那么您也是金门人 曾经依托离厦门进的优势 金门旅游也是格外的火爆 那么眼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如此的不在意 旅游经济和业者的生计 我们知道民进党在两岸的观光 他始终以政治为前提 我们知道过去两岸的观光 非常的活络 尤其在马航九执政时候 2015年 入客到台湾的人数 高达418万 这次数字 从往后就开始下降 我们知道马航九 2016年5月就下台了嘛 然后此后就开始下降 下降以后碰到了疫情 那血上加霜了 然后民进党一直执政 他们把两岸的观光当作是一个 政治的方式来操作 台湾流失了多少观光材 那作为一个金门人 我其实这么多年来看了清楚 因为我们从两岸小三通 大家互相往来 而且大陆的朋友到金门来游览以后 他在到台湾去玩 对他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民进党当局现在简单讲 他们口头承诺 说会给大陆观光客过来 可是他们又不让台湾的观光客 可以组团去中国大陆 所以两头漏空 那台湾的观光客 现在处境非常的困难 里面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去年 在台湾领导人嫌疾的时候 观光相关的协会开了700桌 然后请国民党的侯友仪到场 观光客者在现场都使言要支持国民党 不料蓝白不合 民进党赖清德继续的执政下去 那他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一个政治的报复 所以可以讲 台湾的观光业 受到了民进党意识形态 政治的操作 他的受害非常大 民进党在用这个态度的话 他牺牲了这台湾观光业者的潜意 这些业者他包括了游览车 餐饮 地方卖小吃的 夜市 还有很多大的商家 各行各业其实都受到了牵连 所以两岸的同胞要很清楚 政治来主导 这个观光其实对于两岸的人民 都是非常危险 而且这种不友善也造成了更大的隔阂 非常不治 是的 不仅不治 而且还非常短视 已经不能用一句执政无能来形容了 在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操纵之下 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台湾民众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的 竞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 台湾政治日益脱离民众的利益和社会需求 沦为精英阶层争权夺利的工具 民进党之恶 台湾人民之悲 好的 谢谢董志森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回到海峡 先感谢 高端中秋礼 燕之屋晚宴 中秋送晚宴 健康共团圆 大家好 我是巩俐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燕之屋高端燕窝 连续八年 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烙皮就像月球 表面凹吐长头鞋 新海飞丝去蟹 丰富泡沫 深入重心 直达十九 挑战三百六十度 去蟹无盲区 去蟹护头皮 当然心海飞丝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菌保护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更有新沐浴路 十二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顾全家 第三代护数宝液体卫生巾来了 革新flex foam液体吸收材料 一吸到底 直达底部 细后依然轻薄 新升级护液 贴合身体曲线 全新护数宝液体卫生巾 五感般保护 晚上就用第二代考拉安睡库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 你我同行 每天喝茶不怕牙黄吗 没事 我有家结试 索白色素隔离盾 高校去子 长校房子 长校美白 持久清新 家结试 欢迎回到海峡先干线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政治现金申报不实风暴 事件持续发酵 柯文哲也提出四大党务改革 其中善后小组点名由黄珊珊负责 对此 台湾民众党19号下午 举行查账记者会 说明新一阶段的查账情况 政治现金申报不实事件被曝光后 台湾民众党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 将责任抛给会计端木正 但外界质疑 台湾民众党并没有提供 清楚完整的查账结果 被柯文哲点名负责善后的黄珊珊 19号下午再次召开记者会 向外界说明情况 黄珊珊列举出漏灯雾灯的项目 包括争议巨大的 96万0110元新海币便当 黄珊珊解释称 实际上是一笔960元新海币的便当 和另一笔110元的便当 当时会计师误登为 96万110元的便当费 造成总金额的差错 黄珊珊坦言 相关过程确实有严重瑕疵 将一一查明 并配合检调调查 而面对党内出现 要求黄珊珊辞职负责的声音 是否辞去明代职务 她说这并不是个人问题 我们所有竞选总部的同仁都会一起面对 我也会尊重党的相关的处置 但是虚心接受跟善后重建 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不是我们单独个人的问题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 能够查清楚 说明白这个比个人更重要 台湾民众党开立法机构党团总赵黄国昌表示 柯文哲是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 发生离谱的错误 当然有必要善后 要让所有账目整理清楚 让社会大众明了 针对近来台湾民众党政治现金申报不实风波 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在政党好感度方面 对台湾民众党有好感的民众大幅减少14.7% 反感民众大幅增加11.3% 其中一个百分点代表19.5万人 显示台湾民众党已失去近300万人的好感 新增220万人的反感 分析认为 这与台湾民众党政治现金及竞选清费申报不实丑闻 整体危机处理不到 有直接关系 当民调询问岛内民众 台湾民众党还有明天吗 结果发现有13.8%的受访民众支持台湾民众党 比上次调查下滑2.2%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银龙称 这个数据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台湾民众党还没倒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罗志强认为 此时台湾民众党民调下滑 还不是风暴最激烈的时间 政治现金案只是前菜 但是真正的主菜都还没上桌了 真正的关键是在后面包含金华城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 此次民进党当局是为了避免蓝白河而全力打击柯文哲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成此前也分析称 柯文哲若受重伤将大幅降低蓝白两党在2026年2028年选举合作的概率 让戴清德坐收渔翁之力 对国民党绝对不是好消息 好 这次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 都说民意如流水 那么面对眼下的困境 柯文哲试图改革台湾民众党以自救会有多大的用处呢 罗志强认为等候柯文哲的真正主菜还没上桌呢 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民进党将会如何对付柯文哲呢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现在面临的困境 最主要就是他在选台湾领导人时候财产申报不时 那后来衍生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党中央 很多钱下放到好几家公司 所以这是柯文哲的操守跟青年受到非常大的质疑 那我们其实知道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爆发之前 岛内很多人就已经在质疑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图立了好几家厂商啊 那最有名的就是金华城 柯文哲给他无限高的容积奖励 那这个其实是违反过去的原则 还有相关的法规啊 还有真正的一个北市科 台北市林科技研区 那这里他也是被认为图立了他的竞险搭档 星光集团吴欣宁的家族 所以这又是一块 那这些他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 那问题就很大了 那财产申报不时 他在台湾只是一个行政处罚 罚钱而已 那将来北市科和金华城 这个是贪污治罪条例 对公务人员来讲是很大的罪 当这样的信用Poco 一解题的时候 台湾民众党他的公信力就没有了 所以柯文哲讲得再多 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解释 他为什么要对金华城 对北市科 这两个地方的人 这些商人这么好 那这个就违背了那些支持者 想要支持一个青年政党的诉求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这个是非常不利 那2028年他到底还有没有实力去参选 其实都很让人家怀疑 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关卡是2026年 就是后年 台湾有一个县市首长的选举 本来台湾民政党有新竹市 一席 那接下来可能连一席都没有了 那这个可以看到了 一个党如果你违背了支持者 那种强热烈的高度期待 然后当他们发现他们被骗了 那个崩溃是非常的快速 好 谢谢您的分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计划从8月底至今年年底 在各县市推出青年营 让更多年轻人能在自己的家乡 就近参与 同时在党内各地建立与青年 对话的平台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 民进党透过新闻稿表示 为促进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 参与度与热情 民进党将推出 挺台湾各县市青年营队活动 全台各地遍地开花 目前已有18个县市筹备规划 将提供丰富课程内容 给有志于公共事务的年轻人参与 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介绍 营队规划金牌讲师阵营 包括知名党公职 名嘴网红意见领袖 各领域文化工作者 党公职由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领军 成员包括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发言人吴征 戴伟山 青年部主任阮俊达 新媒体中心主任詹赫顺等相关主管 还有各执政县市官员与民代 讲师们将分享各类议题 例如政策攻防 网络社群经营 城市营销 青年参与 首发场使高雄市党部青年营队 陆续还有宜兰县 基隆市和彰化县等青年营队 接力上阵 另据报道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18号19号举办青年营队 team高雄青年营 共有30多位学员参与 营队加入2026高雄市长选战兵推 分组蓝绿白 让学员参与互动发挥创意想象机会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就是领奖办理 对 然后可能可以在后续去 跟他们有更多对于议题的讨论 一项自称很重视青年的民进党 刚刚在2024大选中 大量丢失了青年选票 如今动员全党力量来大力推行青年营 效果如何 有待观察 好 这次话题我们继续请教 谁是评论员刘邝宇先生 民进党在此时推出所谓的青年营 有什么样的盘算 那么赖清德一手主导的民进党 对台湾青年人来说还有吸引力吗 民进党一贯以来都是 对于岛内的青年群体 是进行这种洗脑和拉拢 作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执政支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们从过去两次台湾的 这种全台性的大型选举 包括此前的九合一选举 和今年年初的二合一选举来看 实际上民进党对于青年选民的 这样一种所谓的吸引力 所谓一种这样一种政治的影响力 它正在快速的流失 所以说民进党特别是自赖清德 担任党主席和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 一直是把争夺岛内青年的 这样一种政治上的一个转向 作为它在内部政治政策方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聚焦的 这样一个支柱性的议题 那么这些活动它总体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要去灌输民进党 对于青年的这一套所谓的这种 特别是聚焦于民进党的认知作战方面的 一些战法 一些技巧 策略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一种 所谓的政策的洗脑 也就是把民进党的很多这种绿色的议程 比如它要推动的一些议题 那么现在特别是赖清德上台以后 搞的这种所谓的反立法机构的改革也好 所谓的能源策略的调整也好 都把它去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 一种宣传 一种动员 那么第三个方面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功能 实际上它更多的 也是想要从这样一种实践之中 从这样一种组织之中 去为民进党的这样一个 后续的青年人才体系 去搭建一个梯队 去进行一个选拔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 主要的功能 目的和考虑 但是说在现在的民进党 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下 是不是说能够通过这种 所谓的青年营就能够达成它 去拉拢青年的一个目标呢 那么还是非常难 因为首先 岛内青年对于民进党的 这样一种厌恶 这种转向 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也不是一个阶段性 短时性的一个趋势 它是过去几年来持续 所汇聚出来的这样一种民意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它想通过这种策略性的手段 来去实现结构性的 对于青年政治倾向的一个转化 那么实际上困难就非常的大 那么它只能办一届试一届 做一次试一次 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影响一部分人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实际上赖青德更多的 他要做的是 就是一个所谓的釜底仇心的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 针对于可能会去分他青年选票的 其他的在野党的候选人 那么对他们提前进行 司法的追杀 政治的打压 那么最后逼得岛内青年 无人可投 不得不去投民进党和赖青德 那么这个恐怕 我们现在来看 是它最为看重的一个杀招 好的 谢谢刘邝宇先生的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新北市长侯友宜 18号带领市政府团队 到花莲展开两天的城市交流 侯友宜表示 花莲观光在天灾重疮交通路线下 面临重大挑战 新北会与花莲一同 合作销售农特产品 一起努力拼经济 欢迎 欢迎 侯友宜与新北市政府团队 18号搭乘火车抵达花莲后 首站就到花莲市金三角商圈 她也是花莲地震后 首位实地走访的县市长 开头 卤肉饭 汤面 泡泡冰等 侯友宜品尝在地美食 侯友宜表示 花莲今年因地震 台风 造成交通路线不顺畅 对在地观光来说是重大挑战 走在街头 发现店家生意都不是很好 销售率最多只有两至三成 旅宿业者住房率也仅一省多 我听说他要来我是既感动 但是其实也感慨啊 地震已经四个多月了 我们都知道震灾已经过去了 但是经济的海啸正在开始 从地震之后 其实我们业绩 慢慢慢慢的往上爬 但是好不容易爬到暑假的时候 又来一个台风 对花莲的观光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 那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不断地 希望能够来替花莲新家园 侯友宜表示 希望这次带新北市观光产业业者 市政府各官员到花莲旅游 振兴观光 也期待透过产销合作 一起努力拼经济 带动花莲的经济 好 谢谢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 先感谢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感谢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 多名消息人士17号投入 日本防卫省 已基本敲定8月底 将汇总的2025年度预算申请 防卫费预计首次超过8万亿日元 再创新高 预计2023年度到2027年度 日本政府5年防卫费 总计将达到约43万亿日元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据报道 日本政府为了彻底强化防卫力量 防卫费连年迅速攀升 2023年至2027年度的5年防卫费 共计将达到约43万亿日元 其中 2024年度日本防卫费 达到了7.95万亿日元 同比增长达16.9% 创下历史新高 而日本防卫省已基本敲定 8月底将汇总的2025年度预算申请 防卫费预计将首次超过8万亿日元 对此有分析指出 日本的防卫预算年年都在突破 背后是对美国的响应 因为美国怂恿日本按照北约国家的标准 在未来把军事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而眼下 日本防卫预算还未达到美国的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 日本防卫预算还会保持增长趋势 据了解 日本增加的防卫费有相当一大笔钱 用来发展和采购新式武器装备 尤其是进攻性武器装备 其中 日本从美国采购了战斧 AGM-158等巡航导弹 还自行发展并列装改进型 一二式反舰导弹 高速滑翔弹等 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日本正在发展世界最大的宙斯顿搭载舰 而且还和英国意大利合作发展下一代战斗机 这些装备研发都是吞金兽 同时 为了更好地追随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 日本还进一步强化日美联合作战能力 这也会成为日本防卫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日本也希望借美国之力 迅速提升自卫队作战能力 包括发展武器装备等 此外 日本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另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加紧与印度勾连 本月19号到21号 日本将和印度举行防长和外长2加2对话 环球时报 援引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指出 此次对话的一大重点 可能是宣布一项新的防务协议 由日本向印度提供搭载于军舰的先进通信天线 这些天线目前应用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尖端护卫舰上 以能快速探测导弹和无人机动向闻名 预计将增强印度海上防御能力 外界推估 如果这一协议达成 将标志着日本国防出口政策迈出重要一步 这将是继去年向菲律宾提供雷达系统后 日本第二次出口成套国防设备 舆论指出 这笔交易还有望帮助印度实现 国防采购来源多元化 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此次2加2对话 还将讨论双边关系的其他关键方面 包括提高联合军演的频率和质量等 好的 休息一下 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请教 时事评论员王立伟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 就日本防卫费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立伟先生 日本2025财年防卫费 或将首次超8万亿日元 日本为什么一再地突破和平宪法限制 防卫费率创新高 我们还注意到 日本一方面大举购买攻击性武器 一方面又向印度等国出口武器装备 您如何观察日本的这一举动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一些观察 第一个就是岸田政府实际上内忧外患 国内的支持率非常的低迷 在外交上实际上也面临了很多的这样一些麻烦冲突 它实际上急于抓住美国的稻草 不仅如此呢 在争取美国的这样一个支持 而且还服从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把他的盟友体系一体化 从军事联盟体系变成一个供应链的产业的一种新的全球化的体系 这样一个战略需要 所以加强了这样跟北约的接触 加强了跟美国在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这样一个横向的联系 不仅是采购美国的大量的先进武器 突破战后的和平宪法的限制 形成所谓的正常国家 因为他们对于二战的历史并没有正确的这样一个认知 同时还卖武器给印度 那么典型的就是服从于美国的拉帮结派的这样一个做法 同时也所谓的增强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 因为日本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他们跟俄罗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 跟韩国都有领土的争端 跟俄罗斯也有领土的争端 日本基本上跟周边国家都有领土的争端 因为它历史问题没有处理好 光靠美国可能靠不住 所以它现在到处的拉帮结派 来追求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 但是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这个糟糕的状况 日本的经济长期的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低迷 通过军事化不仅是突破战后的限制 而且那个提升经济嘛 这些都是打问号的 所以在国内遭到很多日本的这个 这样和平的力量的一个反制 这是它现在的一个比较内外交换的这样一个 交困的这样一个处境吧 日本已经进入后岸田时代 但政坛的权力游戏依旧在延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 不仅将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 还将探讨与美国总统拜登等各国首脑举行会谈 那么此次访美将是岸田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外访了 那您如何研判美日同盟的后续走向 第一美日同盟呢 从传统上的防卫性的变成一种进攻性的 从一种军事安全联盟 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 刚才讲包括供应链的产业安全的 从一种双边的变成了一种多边的 变成了美国的联盟体系的一体化的 这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美日同盟的三个重要的 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举措 对此呢我觉得 这个受到日本侵略的这样一些亚洲国家 我觉得应该提高警惕 日本呢打着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旗号 服务于美国的所谓的选边站的这样一个战略 服务于美国对抗中国的这样一个需要 以所谓的自身的不安全感 突破战后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寻求这个所谓的 民主啊 对抗专制的这种二人叙事 这个会进一步的动摇 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法 和国际秩序 还给世界和地区带来不稳定 好的 谢谢王一维先生的分析 台海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名 这里山川玉秀 人文鼎盛 有历史的纵深厚重 有文化的传长交融 有情感的牵挂羁绊 有思想的包容碰撞 有在地生耕的积蓄报道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有千里现场的清醒发生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定不宜推进 祖国统一大义 海峡新港线 二十年记录台海漫动 坚定反动策统 台湾故事 大陆讲述 全球事业 中国表达 牢牢树立台海融媒传播第一标杆 持续稳固大陆 对台宣传第一窗口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蓄能俱立 海洋时代中华情怀 青春台海情融两岸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所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港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港线微信公众号 多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港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港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